第1072集 养生善访彻底的在这里火爆了起来 因为这是专门针对华亚人口味 所研制出来的餐饮行业 而且这个地方是唐人街 所以说 一家养生善访是根本满足不了唐人街 数万人的胃口 所以养生善访的分店 现在已经在紧张的筹件中 再过半个月 这家养生善访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现在这里是饭店 所以说正是人满为患的时候 其实不仅仅是在唐人街 就算是在美国的其他几个地方的试点 那生意也是相当的火爆 养生善访已经对美国各大餐饮 引起了冲击 甚至有些美国的餐饮机构惊讶地发现 养生善访的出现 甚至改变了美国一些本土人的饮食习惯 要知道啊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仅是餐饮行业起到了变化 这些东西直接影响到了餐具方面 谁都想象不到 美国有些人已经尝试着用筷子用餐了 这些天来 这餐具中的筷子更是有些供不应求的表现 忍多需要排号的 叶浩轩挤到了前面看了看 然后排上了号 他有些郁闷地发现 他们前面还有三十多个号在等着呢 跟我来 许若梦微微一笑 他拉着叶浩轩直接来到了店里 然后通过门口的迎宾 直接找到了这里的经理 这里的大堂经理李静呢 那是支白的病号 他的母亲因为常年的身体不好 所以他经常会光顾一阵堂 上一次吃饭的时候 就是直接开到后门进来的 那这一次也不例外 李静马上给两人安排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座位 因为他现在正是忙的时候 所以说向两个人致歉 然后便去忙活去了 俩人点好了菜 许若梦笑道 我真的佩服养生善方的药膳 能有药随时走的效果 好多的小病小痛 根本不用去医院 只要在这里吃上几顿饭就好了 真是不可思议 而且这些药膳 只要是对症下药 很补的 这就是他在美国本土受欢迎的原因吧 叶好轩微微一笑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美国当局不同意引进中医 许若梦摇摇头 这明明是一件列国立民的好事 据说医生已经攻克了很多国际问题 我看美国政府和世界医学协会 本身对中医是并不排斥的 叶好轩倒了一杯水到 不排斥 可为什么上一次医生访美 还没有动身 就没有了下完啊 许若梦有些不解的问道 问题不在美国政府 而是在那些药器上面 不了解 中医和美国本土的药器 有什么冲突吗 许若梦还是有些疑惑地说 本质上是没有冲突的 因为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 都是致命救人的 但是美国的西药 一向是世界上很先进的 它的效果相当地好 这是因为那些药器 每年都会投入 大量的科研经费 所以这才出现了 美国的西药 医药难求的现象 现在在美国市场 流通了一些比较好的药 你感觉成本有几成呢 医药是暴力行业 如果单从成本上来说 只有三成不到 而且这还是我粗略的估计 如果有权威机构来算的话 恐怕这个数字 还有更低一些 对 医药是暴力行业 现在美国的药企 只会做西药 他们根本不懂中药 哪怕就算是把中药的配方 拿到他们的跟前 他们多半也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中药的药丸药剂 与西药的制造理论 完全是不同的 我还是不明白 现在的中药技术 大多数都是掌握在华夏人的手里 如果中医兴起 美国这里将是一个很大的中药市场 这样的话 那些本土药企的利润 就会被压缩到一个很小的空间 甚至让他们破产都有可能 所以国内现在最大的反对声音 应该就是这些药企 而且美国政府 没有你想的那么伟大 这些药企也是美国经济的支柱 如果中药对美国的医药行业造成了相当的冲突 你觉得在致病与经济之间 美国当局会选择哪个呢 会选择后者 经济 许若梦恍然大悟 他微微地点点头 请你这么一说 我好像是有点懂了 所以这才出现了 美国在中药的态度上 一直都是 一些不温不火的状态 他们现在或许 再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既不让本土的药企受到损失 又能引进中药 恐怕难 华夏的中药织剂技术 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 交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所以这就出现了 医生访美的形成取消的情况 对 就是这个原因 也好选微微点头 所以短期内 想让中医彻底地引进美国市场 这有些不现实 也有些不科学 懂了 许若梦点点头 他叹了一口气 说白了 这都是利益之间的纠纷罢了 对 这就是利益的趋势 叶好全点点头 好了 不想这些烧脑的了 当初爷爷来到美国 也是抱着一番雄心壮志的 他想让中医 在美国便利开花 他想把一诊堂 做到全美最大的诊堂 拥有学徒万千 让中医在美国开枝散叶 许若梦说着叹了一口气 唉 他的想法虽然好 可是到头来 终究还是没有实现 原来这条路 是真的很难走的 是的 一条真正的路啊 是需要几代人慢慢地磨 才能让这条路 显得更加的光滑 叶好全微微一笑 好了 吃饭吧 今天我点的这几个菜 是自步型的 考虑到你重伤刚好 身体的底子虚 所以用这些药膳 是最好的 许若梦微微一笑 他拿起了手中的筷子 喂 那服务员 你过来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一张桌子上的 一个大汉 向服务员招了招手 这位先生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服务员走过去 礼貌地问道 那个菜明明是我们点的 你为什么 端到别人的桌子上 大汉盯着服务员 有些脸色不善地问道 他的一只眼睛向上翻着 里面瞳孔全无 那应该是受到过外伤 所以说他的眼睛回来 看起来有些恐怖 不好意思先生 你们两位点的菜是一样的 但是很明显 对方来得要比你们早一些 服务员看了看酒水单 带着有些职业的微小道 先来得怎么样 晚来得又怎么样 独眼龙身边的一个小弟 不乐意的 他站起来脸色不善地说 现在 把那道菜拿到我们桌子上 快快快快 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 真的不好意思 这样的话不符合规定 而且 服务员看了叶好轩两人一眼 他们现在已经动过筷子了 没关系 我不嫌弃 嘿嘿嘿 我就是一粗人 独眼龙凝笑了一声 他脸上的肥肉是一抖一抖的 看起来有些吓人 真的不好意思 这不符合规定的 几位请稍等一下 我现在就去厨房帮你们催催 服务员深深地一低头 然后转身 微微地离开 我他妈的让你走了吗 一个家伙大怒 他吼道 我让你走了吗 对不起 几位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 服务员有些害怕 因为唐人街这里的华人 并不一定全都是好人 尤其是眼前的这几个家伙呀 貌似还是管着这几条街的小混乌 没人敢得罪 对不起就有用了 你听到了没有啊 按照我的话去做 一个小混混盯着服务员道 拿走吧 不用为难 叶好轩笑了笑 他对服务员道 谢谢 真的谢谢 服务员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看出来了 叶好轩就是为他解围的 他连忙端起那道菜 放到了这几个人的桌子上 然后匆匆忙忙地转身离开了 有和 小队 挺实相的呀 独野龙翻了翻那道菜 然后啪了一声 把手中的筷子拍到桌子上 他站起来道 可是这菜被你们吃过了 是啊 我们是吃过的 可是刚刚你明明说不介意的 再说了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菜啊 叶好轩也放下了筷子 我不管 哼 我只知道这道菜被你们吃过了 所以我现在心情特别的不爽 你说怎么办吧 独野龙冷笑了一声 呵呵呵 那凉拌吧 天气热 适合点点凉的 叶好轩微微一笑 虽然对方人多 看起来对方很凶的样子 但是他却一点紧张的意思都没有 呵呵呵 小子 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话吗 一个小马仔 一只腿踩在凳子上 他瞪着叶好轩恶狠狠的说 不知道 叶好轩看了一眼独眼龙道 这位大哥怎么称呼啊 哼 这是龙哥 龙哥你听说过没有啊 小马仔大咧咧的坐下 这附近几条街的老大可以说 这整个唐人街都是龙哥的地盘 哦 知道了 叶好轩淡淡的回应了一声 哼 小子 既然知道了 那你说说该怎么办吧 你刚才吃了我的菜 你要赔 你们这些人讲不讲道理啊 许若梦吃不下去了 他的性格是眼中容不得一粒沙子的 这些人明显的就是来欺负人的嘛 赔 必须赔 叶好轩一把将许若梦按到椅子上 他笑隐隐的说 哈哈 原家赔偿怎么样 几个小混混被叶好轩弄得是面面相觑啊 哎 他们觉得叶好轩这个人人未免 这这这这太好说话了吧 他们几个明显就是来找麻烦 难道他一点也看不出来吗 这道菜的原价上 再加上十倍 龙哥想了想到 哼 而且 你要向我磕头道歉 因为你影响了我的心情了 好 没问题 还有什么要求 你们一并提出来吧 叶好轩一点头 叶好轩 你疯了吧 他们明显就是找查的呀 报警 许若梦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没事 我有分寸 叶好轩微微的一笑 示意许若梦 淡定一点 许若梦可不知道叶好轩葫芦里面 他卖的是什么药啊 但是他觉得叶好轩不是那种任人揉捏的人呐 当下他只得气呼呼的坐下 他倒要看看 叶好轩想干什么 这你都能忍 福气啊 独叶龙的一个小弟目瞪口袋的说 哥们 你是没看到我们是来找麻烦的吗 我看到了 我当然看到了 叶好轩一文正经的说 那你还都忍 龙哥都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了 他们就是遵从上面老大的命令 前来找点叶好轩的麻烦 可是这小子太那个了 他们提什么不合理的条件他都能接受 这家伙是不是一个怂包呢 不然呢 我一个外来人出来诈到的 什么都不懂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冲撞了各位 现在破财消灾嘛 叶好喧嚣的 我想你们肯定是不止这点条件吧 还有什么要求就一并提出来吧 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把你身边的那个妞给留下 让兄弟们几个乐呵乐呵 然后就没有你什么事情了 龙哥身边的一个小弟说 你要是能做到这点 我马上放你们走 这个我做不到 叶好轩摇摇头 本想发火的许若梦 听到叶好轩这句话 这才算是没有爆发出来 他想这家伙总算是还算有点底线的 他要是真的同意这个了 那不管他打的什么主意 本姑娘都跟你没完 做不到的话那也可以啊 站在那里 让我们兄弟几个打你一顿 你放心我们不会打死你的 我们只是打断你的两条腿 出一口恶气就行了 一个小马仔道 那这也不行啊 我这个人不喜欢挨打 叶好轩小的 而且 我向来只有揍别人的份 从来就没有别人揍我的份 现在我也讲讲我的条件 你们几个 爬着滚出去 我可以不追究你们刚才冲撞我的事情 这家伙疯了吧 几个马仔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叶好轩 这家伙的态度 那也转变的太厉害了吧 不刚才他不是挺老实的吗 我没疯 叶好轩微微一笑 但是大家都是要讲道理的嘛 那我在这里吃饭吃得好好的 你们几个冲过来找我的麻烦 那换了谁谁心里都不舒服的 让我揍一顿 出一口气 这心理恶气出去就行了 你们放心 我保证 我保证我绝对不会打死你们的 这几个马仔相识了一眼 他们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大哥 这家伙这小身本 你觉得我几回合能放到他呀 一个小马仔笑道 这一回合都撑不下来吧 那家伙看了看叶好轩道 不过你要小心点 老大可是说了 打餐可以 千万不要打死了 因为我们的老板 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找到算账呢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的老板是谁 叶好轩盯着毒眼龙道 这听你的语气 我们两个应该是认识 而且还是有过一些过节的 不过我是刚来这里没有多久 我能和别人有仇 你自己把自己的两条腿 和两条手拧断 我带着你去见他 你又不就知道他是谁的吗 毒眼龙冷笑了一声 这貌似有些不妥吧 如果我说 让你把自己给切了 你会乐意吗 叶好轩微微一笑 那可由不担你了 弟兄们 先把他放倒再说 毒眼龙冷笑了一声 他向前一挥手 他身后的几个人是活动筋骨 向前走去 那看出来啊 这几个家伙平时都是 打架打出名的人 虽然他们算不上是亡命之徒 但是他们应该是 属于经常打架的那类人 那也绝对不好惹 不是什么善茬 那好吧 既然是谭不拢 那我就陪你们玩玩 叶好轩冷笑一声 这二货这嘴挺硬的嘛 让爷给你松松鼓 小马仔冷笑一声 他一拳 他就向叶好轩砸去 咔嚓 就看见那人影一闪 那名很明显 很嚣张的家伙 他就到退了回去 他捂着自己的手臂 惨叫起来 叶好轩从来就没有试过 他自己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不过呀 据许哲说呀 自己以前应该是属于一个 鼓舞高手 虽然现在气还被毁 但是他明显地觉得 自己身体里的真气 还存在 不过呀 这都没什么呢 这都没什么呢 坏了